谢谢老师 好,你告诉我要解决什么问题 我母亲的心脏病 她心慌,走路困难 踢短 你给她说吗 我怎么说起来,你会很亏了,接触我吗 谢谢老师,解决我母亲最主要的问题 刚才你在描述的时候,我看到一只鸡 头一点点的走的时候 然后你在说完的时候 我看到一只狗从鸡一直在斗 那个鸡和狗在斗 狗站起来了 就是两个脚在下面,另外两个脚在前面,从鸡在斗 在斗 在斗 那个鸡 应该说叫鸡用什么呢,鸡是叫七千八块 鸡是七千八块 那个狗好像还有很多的力气 狗还有很多的力气 那个鸡 那个鸡没有多力气 那个鸡没有多力气 现在你妈妈的症状就是没有多力气的那种感觉 就像鸡 那种鸡 你稍等 你稍等,你不太多自己 自己妈妈上去 自己妈妈上去 对 那个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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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狗再斗 狗 狗 那种鸡 还有很多的力气 那个鸡已经不行了 没多力气 你静静静静 又在喘 喘 好像气上不来的感觉 那个狗 狗 它的体质也比那个鸡大 所以它鸡高零下 它的鸡高零下 那个鸡也斗不过那个狗 现在你妈妈的正常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就像那个 鸡同狗 在斗的时候 那个鸡也没力气了 现在你妈妈最做的就是那个 就像那个鸡一样 没力气了 没力气了 然后呢 然后呢 那个 狗 狗比较狡猾 它站在那边 站起来的 站起来的 它那个脚 还有一个脚 用一个脚 再踢那个鸡 用一个脚 再踢那个鸡 用一个脚再踢鸡 不但那个 上面两个脚 再对付那个鸡 下面一个脚也在对付鸡 对付鸡 那个鸡 被人家踢了 因为那个 现在的情况就是你 你妈妈 被鸡的灵魂和狗的灵魂 附体 但是这一桌 目前我看到 这一桌体现出来的症状就是 就是那个 鸡的症状 更明显一点 一个没力气的 另外一个 那个面对面 面对面的时候 是那个狗的 右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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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踢那个鸡的 主脚 那么就是 这样说来的话 主脚 更明显一点 正常 再再再踢 再踢 再踢 也就是说 你听得懂了吧 嗯 懂 也就是说 鸡和狗在斗 鸡和狗在斗 然后那个 狗在上风 那个 鸡 转下风 而且搞得 叶叶叶叶叶叶的感觉 所以说 你妈妈的现在 你妈妈的正常 就是那个 更 明显的是 那个狗的正常 不是 鸡的正常 更明显的是 那个鸡的正常 气闯得过来 还有一个 站不稳 站不稳 为什么站不稳呢 就是那个 主脚啊 被那个 狗的右脚贴了 贴了 贴了 也就是说 现在就是 那个鸡和狗啊 鸡和狗呢 是同家的 同家主人养的 但是呢 他们两个不合 两个不合 因为狗谁 因为狗主人 是你们 主人是谁 你不管了 主人肯定是你们前辈了 不是现在的了 前辈了 前辈了 前辈延下来的事 前辈延下来的事 那是磨蹈 也就留到现在了 前辈的事情 就落到现在了 明白明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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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刻啊 哎 这个时刻啊 也就相当于 当年呢 那个主人没处理 啊 当年没处理哪个事情 他们在 打架 也许呢 当时呢 主人的面子就没打架 所以主人呢 不一定知道这个事啊 哦 现在相当于 你 听你的主人在做这个事啊 哦 你说今天被我撞到了 你说今天被我撞到了 嗯 嗯 今天被我撞到了 哎 这个撞到的意思就是 这么被我看到啊 哎 你对那个 哎 你对那个狗说啊 你也太嚣张了 你也太嚣张了 嗯 我跟你好吃好喝的是叫你 看家护院 不是叫你 对付鸡的 我跟你好吃好喝的是 让你看家护院的 不是让你对付鸡的 哎 说完这句话 那个狗啊 打那只头啊 哎 走开的啊 走开的时候那个鸡啊 都一喘气过来啊 喘气过来 不然的话呢 你就是 就现在面对面 互相抱着呢 面对面啊 面对面抱着 那个 那抱的话 狗抱的话 还有前面两个脚 那鸡抱的话 就是脖子挨在他的 脖子挨在那个鸡脚 啊 狗脚的话 被他掐得更厉害啊 是吧 因为他没有 他只有两个脚嘛 他前面就没有什么 可以对付那个 狗的时候 是他的脖子挨在那个狗的时候 就被狗 掐得死死的 现在又把那狗 喝死了一口 一狗走开一口 狗走开一口 躲在那里 没死啊 他站不住了 就躺在那边 现在躲在那边 很困难 对很困难 一个没的气 你知道吧 主要问题 一个是没的气 另外一个呢 他那个鸡和狗啊 斗的时间长了一口 斗的时刻 那个鸡站在那边 实际上是挨在那狗身上的 自己就当中了 嗯 至于狗一离开了 狗嘛 他反而倒下来了 但是这样倒下来 但是呼吸 稍微好一点了 因为原来 脖子挨在狗的身上的时候 挨在狗的身上的时候 身上是一个依靠 但是狗把他趴得紧紧的 喉咙那边气喘不过来 被狗搞的 现在狗一走开呢 躲在地上的时候呢 慢慢慢慢好像 漆慢慢可以喘过来了 因为 原来他躲在那边啊 因为那个 刚才站到的时候 其中 那个 狗是右脚贴的 贴了主脚 那个主脚 被狗贴伤了 也是啊 有点贴伤了 所以呢 那个支撑的也就靠 靠在那个 右脚 右脚站的 主脚被狗贴上了 所以呢 所以呢 狗一直开一会儿 那个 鸡啊就倒下来了 倒下来就 倒下来再休息啊 你现在这个 对那个 对那个 鸡说啊 对不起了 我发现的太迟了 对不起了 我发现的太迟了 对不起了 你发现的太迟了 对不起了 你发现的太迟了啊 对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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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对他 那个鸡说啊 那个狗太不像话了啊 那个狗太不像话了 对不起了 我今天要好好的教训他啊 我今天要好好的教训他 对不起了 你说我三天不让他进门 我三天不让他进门 对不起了 我也三天不让他吃东西 我三天不让他吃东西 哎 那个鸡甲不是进去就进吗 没力气了啊 但一听到那个主人 护着他的思考 他好像力气慢慢慢慢上来了啊 好像力气慢慢上来了啊 你继续对他说对不起了啊 对不起了 那个狗欺负你 对不起了 对 你说 那个狗欺负你 太厉害了 平时我们 那狗欺负你太厉害了 平时我们 那狗欺负你太厉害了 平时我们 平时我们 用的一个词叫 欺人太甚了啊 就是用在他身上就是那个 你说 欺人太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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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我会好好的教训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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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鸡呀 我会好好的教训他 我会好好的教训他 慢慢慢慢慢慢 好像那个力气慢慢慢慢上来了啊 那个 他本身休息了一下 恢复了一下 另外又感觉有主人为他撑要的是吧 他慢慢慢慢 力气恢复起来了 慢慢力气就上来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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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现在我们 我们再等等啊 然后你在他面前继续说啊 那个狗太不像话了啊 那个狗太不像话了啊 你说 还是你老老实实的啊 嗯 还是你老老实实的 哎 然后你在他说 下次这狗再欺你的话 你赶紧过来喊我 下次狗再欺负你的话 你赶紧过来喊我 哎 你说我好好的把他打一顿 嗯 我还是把他打一顿 这这么一顿 好像那个 那个 那个气也就渗过来了啊 卡他的气也就渗过来了啊 嗯 嗯 好 这个 先在那个鸡那边 哎 从他沟通一顿 鸡呀慢慢 力气就过来了啊 力气过来了啊 哎 然后 现在就凑凑的 你 就离开了那个地方了啊 对上那个 狗说啊 你也太不像话了 你也太不像话了 嗯 你说鸡在为我们下蛋 鸡该为我们下蛋 鸡该为我们下蛋 哎 你平时吃的 饭里面 还有蛋 你平时吃的饭里面还有蛋 你平时吃的饭里面还有蛋 你怎么能这样对待它呢 你怎么这样对待它呢 你怎么这样对待它呢 嗯 那狗啊 一吃到了 而且还吃了它的蛋 这样 这样对待它以后 它就感觉到很不好意思了啊 所以就感觉到很不好意思了啊 你说你 以后你不允许再欺负鸡呀 你以后不允许再欺负鸡 哎 你只要好好的帮我护着鸡 你以后要好好的帮我护着鸡 哎 如果你 再欺负鸡的话 嗯 不单让你没东西 没有鸡蛋吃 而且我把你赶出家门 你以后再欺负鸡的话 不单让你没有鸡蛋吃 我还要让你赶出家去 嗯 这个时候那个 那个 那个狗啊 大大的脑袋啊 这里边呢 他可能 一开始的时候呢 心里想了不服啊 但是一听说还吃了他的鸡蛋 吃了那个鸡的蛋一个 这句话一讲一个 是吧 感觉对他那个 刺激作用很大啊 有点太不强化了 吃了他的蛋 还在欺负 欺负成这样子 哦 因为那同个主人呢嘛 所以暗地里来 暗地里来欺负 现在这么一说一刻 他想 暗地里欺负 也不得禁 也不得 哦 因为毕竟还吃了人家蛋嘛 人家说 嗯 吃了人家的怎么样 拿了人家的怎么样 人家一起的话 有这么一说一口 那个鸡啊 好像大大的脑袋啊 他觉得自己错了 嗯 然后你对 你对着那个狗说 你现在对着鸡去说 向它去扔出去啊 你现在对着那个鸡去扔出去 对啊 你扔出去的过程当中 吃了他的蛋 不要说起啊 吃了他的蛋 对 吃了他的蛋 不要提起啊 不要提起啊 对 就是你像那个鸡扔出的时候 不要说呢 吃了他的蛋 这句话 你就像今天认错的时候 不要说你吃了他的蛋 你像今天认错的时候 不要去吃了他的蛋 对 就现在私下里 主人给了他吃了蛋 你欺负他 就认错 向他认错 认那个欺负了他 但不要提起那个吃了他的蛋 因为吃了他的蛋 被那个 被他知道还吃了蛋的话 给他 更奇怪了 然后对那个狗说 给你吃 但是悄悄地给你吃的 不要让他知道 给你吃 但是悄悄给你吃的 不用让他知道 对 这么一口 一口 一口 那个狗啊 他就感觉 更感觉 那个主人了 感觉 拿了 拿了 鸡的蛋来 偷偷地 给他吃 而且还不让他知道 认错也没错 认错吃了他的蛋 就是说 认错 几乎他是不对的 哦 那个狗啊 牢牢地记住主人的话 知道了 知道了 主人还是护着狗的 但是能这样 这个 欺那个 欺那个戒就不对了 他那个 记 在那边 然后狗就过去了 对了 你对那个 对着狗说 教那个狗 现在 刚才是私下里才说 现在就相当于 到了 到了 鸡的前面 狗狗 你带他狗 到那边 牺牲出去了 然后你对他 那个狗说 你对鸡说 对不起了 我不应该欺负你 你要对鸡说 对不起了 我不应该欺负你 对 都说几遍 你说对那个 对他狗说 你对鸡说 以后 我不会再欺负你了 对那个鸡说 以后我不会欺负你了 对 你对那个鸡说 以后我不会欺负你了 对 你说以前我做错了 以前我做错了 对 我不能欺负你了 对 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感觉那个鸡啊 有底气了 好像力气上来了 有底气了 你现在妈妈的 症状就是没力气 没力气的那种症状 感觉容易被人家欺负 现在 那个狗啊 向他认错一刻 你妈妈感觉力气上来了 感觉力气上来了 有底气了 这叫底气 对 然后 然后 你也对他说 以后狗 再也不会欺负你了 以后狗再也不会欺负你了 如果他还有 要欺负你的企图 你练乱告诉我 以后他再有欺负你的时候 你立马告诉我 对 这么一说一个 这么一说一个 那个 那个鸡啊 消了气啊 一方面底气上来了 另外一方面消了气 另外一方面 那个鸡啊 感觉自己力量大了 底气一上来以后 看上去就变大了 原来看上去小小的 现在一看看上去好像 体积 鸡的体积也比较大了 看起来 底气强了 底气强了 然后狗啊 变小了 然后 然后你对他 对他那个鸡索啊 你说下次如果我不在这里 他在欺负你的话 你给我横横的坐回去 就鸡嘴巴捉到一个狗啊 对 对 很很的坐回去 对 这个时候感觉 感觉 鸡的体积很大 狗的体积很小啊 慢慢慢慢 角色换过来了啊 也就 鸡的力量上来了啊 狗的 那种微风啊 笑下去了 笑下去了 嗯 慢慢笑下去了啊 然后你对他那个 对他那个技术啊 本来 精进你就很可能 应该坐他一把 哎 对 这么一说一个 那个狗啊 一下子就跑掉了啊 哎 一下子就跑掉了啊 那个 狗的灵魂就离开了 你妈妈 然后那个技啊 感觉到 主人替他说话一刻啊 他也感觉力量上来了啊 感觉是以后 再也没有人能够欺负我了 再也没有人来替他脚了 慢慢慢慢 狗的啊 很自信了啊 很自信的 哎 然后 技也得到满足一个 技的灵魂 从你妈妈身上也走开了啊 也就是说 哎 你妈妈身上 附了 两个啊 一个鸡的灵魂 一个狗的灵魂 嗯 然后呢 这两个呢 还在互相在 哎 打家啊 打家发力气消耗掉了 而且呢 现在鸡啊被狗 浸漫一下 把力气也耗掉了啊 啊 来龙浸漫是这样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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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呢 现在呢 两个灵魂都离开了啊 啊 两个灵魂呢 呃 离开以后呢 你妈妈就是会 就会好起来啊 哎 也就是说 接下来观察一下子啊 观察下去啊 假如只有这个 鸡和狗的灵魂的话 那就 好起来很快 如果说 过了一阵子以后 观察了一阵子以后 你妈妈有的症状好了 有的症状没好 那么 如果成了没有好的症状的话 那么是另外的 拜订了啊 不是这个鸡和狗的了 鸡的狗的灵魂一离开以后 你妈妈身上从鸡和狗有关的 那个症状都可以离开啊 哦 是这么一个情况 他还不爱吃饭 是不是可以饭去 哦 吃不去饭 你观察一下子 哦 看看后面是不是 呃 是不是吃得下了 哦 因为那个鸡 脖子这边卡着 心是就在对付那个 对付那狗上面啊 就根本没在想吃什么的事情 哦 你们一直在争斗上过吗 哦 他还经常拉肚子呢 那拉肚子可能是另外一码事了 因为我们今天的鸡排当中 没事的拉肚子了 哦 哦 哦 知道了 你先观察一段时间 观察一段时间 假如说 那个 拉肚子继续存在的话 那是另外一码事了 如果说 如果说 后面连拉肚子也跟在一起好了 那就不管他了 哦 因为今天里面的 没事的到那个拉肚子 有的时候 其他的症状太严重的时候 也会影响到他 哦 是是是 哎 然后你观察一下子 哦 好 好 好 那今天就这样了 哦 好的 好的 谢谢老师 哎 好 好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